今天两个新闻比较特别 第一个是好事 Roe v. Wade这个判决推翻了50个礼拜 我们的副总统上台发表了 而且使用了独立宣言来说 堕胎是自由 是追求幸福 是人权 但是刻意忽略了几个字 为什么 蒙特利公园舞厅大屠杀案件 吵了新闻吵了半天 一开始说什么种族歧视 白人至上 我真的是搞不懂 每天左派在想什么 就是如果亚洲人真的被仇恨攻击的话 依照统计数字来看的话 最有可能攻击的就是黑人攻击 这次开枪的还是个72岁的老华人 所以一瞬间这个新闻就消失了 连世界日报跟AM1300都不报道了 因为跟左派的方向不同 但是这并没有停止他们继续进枪的议程 但是你可能会说 加州基本上都已经有全美国最严重的枪支管理了 为什么还有大屠杀 为什么还有枪击案 而且还都是在加州呢 这不就证明枪支管理没用吗 No 根据他们的说法 他们做的都是对的 还是会有枪击案发生 是因为其他州都没有跟加州一样独裁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今天好好讨论一下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去我们的网站 loveainews.com 或直接到我们下面的 Coffee参加我们的会员 直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我们从来就没有跟Google 或YouTube的广告上面得到任何的收入 这个频道是百分之一百 由你这个样子的观众来支持的 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媒体 我们需要真正的使用圣经价值观 来看现代的事情 翻转这个时代 要你跟我一起努力 而且坚持 所以请加入我们的会员 还有帮我们按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最重要的是分享这个影片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抵抗我们文化价值观 不断的被左派侵蚀的话 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欢迎教会来支持我们的施工 欢迎保守派企业来买我们的广告 我们很需要各位帮忙 美国是一群基督徒建立的国家 历史上最自由的国家 是一群基督徒建立的 最多元的国家 是一群基督徒建立的 最繁荣的国家 需要一群基督徒建立 现在我们需要一群基督徒 夺回我们的国家 我是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上个周末是Roe v. Wade被推翻的 第五十个礼拜的纪念日 没错 我在记这个日子 因为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日子 过去半个世纪 Roe v. Wade这个邪恶的判决 在美国杀死了超过六千万条无辜的生命 手上沾满了鲜血 成为一个流无辜人的血的一个邪恶的国家 今年不同了 这个跟奴役制度一样 邪恶的判决被推翻 美国历史将再度记下一个 第一个保护婴儿生命的国家的美名 全美以及全世界都在欢庆这个节日 除了那些想要屠杀婴儿的这些变态杀人狂乎外 这些人上个周末正在为不能残杀婴儿 感到难过痛哭 例如我们的吸血鬼州长 Gavin Newsom发出声明说 今天是个痛苦的记忆 宪发几十年来的权力 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但是让我讲清楚 加州将会继续保护升职权力 以及扩大堕胎机会 加州将会继续成为升职自由的先锋 在这个Rovie way被推翻的世界 我们会找到更多的新的方式 以及更先进的方式 来跟更多有同样思想 有同样想法的州合作 保护医疗人员 保护病人 以及那些支持升职自由的人 是的 有人非常难过 因为更少婴儿会被屠杀 更多婴儿会活下来 他们很难过 当然我们的副总统的方向 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在星期天 Kamala Harris在佛中的演讲主题 很奇特 这是一个 他这个演讲非常的流畅 基本上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好像他这个嗜血的欲望 可以让他更专注 所以就算他讲的内容是愚蠢至极 但是至少讲出来是人类能听懂的话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不是他说了什么 而是他省略了什么 我们来听听看 I am honored to be with memb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who are here state and local elected officials we're glad to be with you and all of the coalition partners who are represented here so we are here together because we collectively believe and know America is a promise America is a promise It is a promise of freedom and liberty not for some but for all a promise we made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at we are each endowed with the right to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be clear these rights were not bestowed upon us they belong to us as Americans 有看到吗 底下一堆变态的神经病 在那边欢呼要杀婴儿 OK 这个画面 可以想象吗 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二战的书籍的时候 讲到南京大屠杀 上面就会说什么 啊那些日本鬼子有多恶心 把那个婴儿往天上丢 然后直接用刺刀刺死 然后还有什么 你那些日本鬼子杀红了眼 看到中国的妇女直接用刀子剖开 杀死还没有出生的婴儿 然后现在有一堆的变态 为了相同的情况而欢呼 不过我想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 我看到的是他在叙述独立宣言的时候 好像辣了几个字 事实上就是辣掉了很多东西 还有这个美国的副总统 还有帮他这个写稿的白宫的枪手吗 只是写了两个独立宣言上面的权利 而没有提到第一个独立宣言要保护的权利 他们刻意删除了生命的权利 生命的权利是自由跟追求幸福必要条件 因为如果我们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有自由 也不可能追求什么幸福 人类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比追求幸福比自由都还要重要 生命的价值跟尊严的权利是必须的 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 任何自由跟追求幸福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如果可以夺取生命的话 其他东西也都可以被轻易的夺取 就跟人民跟政府的关系一样 如果夺取武器跟枪支的话 什么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出版自由 宗教自由 全部都是空话 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现在的政府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剥夺权利跟剥夺生命 因为只要剥夺了持枪权跟生命权 他们就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就是他们的奴隶 很多台湾人会常嘲笑中国大陆说 中国大陆没有民主 没有自由 其实如果你有去过中国大陆的台湾人的话 你就会知道 中国大陆跟台湾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两边都不尊重生命 两边都无法保护自己 那刚刚在这个短片里面 我们也听到Kamala Harris 刻意去除了这个独立宣言内里面说的权利的来源 他在上面说 人皆生而平等 而赋予了不可剥夺的权利 但是他没有说是谁赋予的 独立宣言有说到 但是他没说 赋予的意思就是给予或是赠予 表示说会要有一个给予者或是赠予者 下一句他说 讲得很清楚 这些权利不是Bestow on us 赋予我们的 而是Belong to us 属于我们的 但是在独立宣言里面的 Endow 的意思就是Bestow OK 中文更是直接用了赋予 Endowed by our Creator 就是Bestowed by our Creator 的意思 造物主赋予的 这两个字是同义词 这样子的说法就好像就是 我说我开车子上班 而不是开汽车上班 我骑自行车去教会 而不是骑脚踏车去教会 就是没有任何差别 OK我们在这边只能假装 Kamon Harris说的是 这些权利不是任何政府或是 人造的组织可以给予的 简单的说就是 这些权利不是可以用政治的手段 或者是选票创造出来的 因为如果这些天赋人权 是政府创造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抱怨的 因为如果人权是政府给予的话 那么政府夺取这些人权 也是很合理的 我们可以希望这些权利可以给我们 但是我们不能说 那个东西是属于我们的 只因为政府允许我们拥有那些权利 简单说就像新约圣经讲的一样 凯撒的给凯撒 属神的给神 如果东西是属于凯撒的话 那凯撒拿回去也是天经地义的 那这些都是真的 Kamala Harris在演讲上面也认同 他看到这个问题就是 人权不是政府赋予的 但是他拒绝了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 就是建国国父给我们的解答 不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而是他们相信的 如果人权是赋予我们的话 而且这些人权对我们重要到 政府都没有权利 在道德层面合理的夺走的话 就表示这些人权是有一个 比政府还要崇高的权利赋予我们的 这个就是独立宣言上面说的造物主 Creator 但是他直接跳过了Creator 造物主这个词 因为如果造物主这个词说出来的话 就表示说不管他们怎么绕圈圈 不管他们怎么解释 我们就是被造物 同时也表示在母亲肚子里的孩子 那个婴儿也是造物主神圣的创造 同时也代表堕胎就是在摧毁一个 神圣的被造物 同时也代表 当一个母亲选择堕胎的时候 不是在摧毁一个属于他的物品 而是在摧毁一个属于神的被造物 这就是这位老巫婆不想要承认的一件事 我们不可能同时承认有一位造物主 但是却不承认有一套造物主的律法 而且这位造物主看到现在的婴儿被大屠杀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愤怒 还有就是人的生命的价值的珍贵性 也是他这个演讲试图抹去的 那我们看到Kamala Harris在这个演讲 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就是 又是他一个出球了 表里不一 不知道在搞什么的搞笑影片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层 而且值得讨论的 他说的内容代表了现在所有左派的议程跟目标 还有就是他们的想法 就是他们必须要删除很多东西 才可以合理化他们那些想法 而删除那些字句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美国思想的运动 必须要删除或是修改 美国独立宣言里面的内容 才不会自相矛盾 这也证明了左派的议程 跟美国建国的初衷 是不可能并行的 不可能妥协的 独立宣言想要摧毁的 就是现在的美国 美国建国的目的 就是要摧毁左派的议程跟制度 这个国家就是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建立的 同时也包括了人命的神圣性 以及人的尊严 因为人是神创造出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样式信仰的话 那就全部都是假象 全部都会崩塌 美国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个国家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人 没有这个信仰共识 更糟糕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一切是建立在对于神的信仰上面 像Kamala Harris这样的人 他们知道他们不相信神 他们不相信人权 但是他们还是假装有独立宣言 是这么一回事 导致我们的国家每天在吵的东西 每天在辩论的东西 都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基础框架下面吵的 然后我们在问自己说 那为什么辩论半天没有结果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假装我们有共同的基础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交集 美国这个地方所有的辩论全部都是为了确定说 我们的权利是什么 所有的辩论都是这个样子的 同性恋能不能结婚 小孩可不可以变性 加州该不该有电子烟 全部都是谁有什么样的权利 但是这个前提是 我们要认为人权是存在的 而这个人权很重要 但是这个国家却有非常多的人认为说 人权并不存在 或是人权并不重要 他们在那边到处吵着要人权 但是他们并不相信 赋予人权的造物主 他们也不相信这个宇宙有任何的道德法则 来让这些人权有意义 而且他们还不认为 这些人应该要有人权 他们不认为婴儿应该要有人权 而且他们还不认为这些拥有人权的人 一开始有任何的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随便的杀死婴儿 简单的说就是 他们可以说他们有这些人权 但是他们没办法解释 为什么我们要在乎他们认为是人权的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难跟他们解释 为什么他们应该要在乎我们对于人权的观点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 就是这个世界对于人权一直以来都不是有共识的 但是以前我们在乎的是 我们的人权是什么 人权要在社会怎么彰显 什么样的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权 但是现在他们的运动 就是要推翻整个系统 而且跟所有左派的议程一样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思想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追求进步 要革新 要除旧不新 但是他们不知道 新是什么 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打破所有的传统 那些都是老旧的 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并没有一个新的方向 来取代那些旧的传统的生活方式 卡玛拉·Harris在台上说到 人权 但是却把神跟人类的生命 这个重要性全部都废除掉 而这两个就是人权的基础 没有神跟没有人类生命的珍贵性 就没有所谓的人权 一切就只是你觉得跟我觉得的 胡扯而已 那最后就是世界剩下一堆这个样子的胡扯 他们对于人权没有新的解释 他们对于美国的建国也没有新的看见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他们拒绝相信 之前所有的文化都认同的思想 前人种树 后人成梁 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 把一棵好好的树连根拔起 然后就不管了 地上一个大空洞 他们就站在那个空洞上面 慢慢的自己死去 而且带着一群人 跟他们在那个空洞里面一起死去 这个就是所有左派的方向 他们在拔起的就是基督教 基督徒的文化 而且这个是我们现在政府的方向 好下一个新闻 我们昨天的影片介绍了 我平常每天会带的东西 还有我要怎么样保护我自己跟我的家人 原因是因为 Montary Park的枪击案 还有这个北加的半月弯的枪击案 这个枪击案当时是爆红 对不对 全美国都在报道 全美国顿时都知道 这个Montary Park 这个小台北这个地方 才过了两天 这个新闻基本上全部消失了 因为主流媒体发现 这个新闻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用 他们想要创造的是仇视亚洲人的观点 大家在聊天室里面会看到一堆什么 美国种族歧视 仇压 白人至上 就连加州这边的华人媒体 什么世界日报 1300 现在都不报道了 因为后来发现开枪的是一个华人的老头子 所以他们现在就全面转向了 全部都成为一个枪支管理的事情 反正就是要进枪就对了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这个影片是来自MSNBC 这些人才可以在短短的两分钟内 塞入多少无知又愚蠢的思考逻辑 我们选择生活这样的 它不必要是这样的 我们选择生活在一个国家 而且这一枪的枪 在这一枪的枪 我温柔的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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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温柔的枪 我温柔的枪 一个人也不必要成为 在某回事前进入 香港人在一个人之间 在某回事前进入 中央的枪 这些人是一枪 商人是在某条件下 宣言 是正确某的枪 河州里面 这枪 从日本人的枪 迅上 我们今天有能够在某 из一个人的枪 在國內,甚至他們也不能避免 一個大陸的射擊 對,對,因為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只能像Shadden說的 最近的國家跟最弱的射擊法 我們需要一個國際、國際的解決 它不必只要禁止所有的射擊 但是我們必須行動 Yeah,講了很多 可以探討的就是 首先他提到了一個單詞 Assault Pistol 攻擊性手槍 這是個新的單詞 我們之前有聽過Assault Rifle 攻擊的來福槍、長槍 我一直以來也不太知道 Assault Rifle的定義是什麼 軍隊裡面的定義是可以攜帶的連發的長槍 也就是說在美國本土上面 基本上沒有所謂的民用的Assault Rifle 因為所有的民用的槍都是半自動部槍 Semi-automatic 但是其實Assault Rifle的單詞 其實真正的解釋是很簡單的 就是任何令左派感到不舒服的槍 基本上就所有槍的意思 那用同樣的方式解釋的話 Assault Pistol 攻擊性手槍 就是任何讓左派感到不舒服的手槍 OK 那把攻擊性 Assault這個字放在槍的前面 其實有點蠢 因為任何槍都可以拿來攻擊 而且說穿了任何東西都可以拿來攻擊 刀子、手機 你可以拿來丟對不對 棉花糖 如果你要把他悶死人 或者是你把下面那個竹尖戳出來 拿下來戳人 任何東西都可以是攻擊性的武器 在美國最常見的就是拳頭 OK 每天都在發聲 那我們要怎麼樣 禁止這個Assault Fist OK I don't know 然後你聽到這個女主播在這邊說 在我們全部都安全之前 沒有人是安全的 是嗎 但其實這不是這個樣子運作的 這個邏輯非常的愚蠢 我們不可能活在一個100%安全的世界 今天我還是在這邊錄影 可能下一秒就一台大卡車衝進來 或者是某個地方漏電 火災都有可能 哪裡都有危險 我們能做的事情 就是增加我們生存的機率 像說你住哪裡 你所在的地點 例如說我住的地方 就會比洛杉磯的市中心安全很多 那也有很多人住的地方 是比我還安全的 如果他們住在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的話 例如說如果你住在鄉下 然後有15 acres的這個土地 那就會大幅降低暴力犯罪的這個可能性 那當然還是有可能 就是萬一暴力犯罪是從你家出來的 也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的安全 其實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不是說一定要依賴其他的人 才可以得到安全 然後那個男嘉賓又出來說了一堆話 OK 又說了一堆胡言亂語 他說加州已經有全國最嚴密的槍支管理了 但是這個犯人使用的槍支還是違法的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再寫一條法律 OK 把那個槍再說成是違法的 OK 雙重違法 OK 但是不會有任何的用處 因為第一條法律都已經禁止了那個槍 第二條法律再禁一次也不會有任何的用處 日本全面禁槍 就還是有人用水管做出來一把槍 然後打死安倍晉三 光是這個樣子就可以證明 槍支管理一點用處都沒有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已經有法律在那邊了 殺人已經是違法了 他拿的槍已經是違法了 但是他還是拿到槍了 他還是殺人了 而且殺了11個人 那這把加州非法的槍是從哪裡來的呢 他們的說法是其他州沒有這樣的法律啊 然後那些州就是weak link 就是現在全美國的州都是連在一起的 OK 所以如果說你的州沒有跟加州一樣 是個人民共和國獨裁政府的話 那你的州就是一個weak link OK 你就在殺人 不過在美國買過槍的人都知道 你不可能跨州買槍 就算你跨州買槍 你的槍也要送到你的居住的FFL Federal Firearms License Dealer 就是要國家認證的 OK 就是聯邦的 然後你的這個FFL會檢查你的身份 你的社安號碼 會把你的社安號碼輸入 然後FFL也會檢查 那把槍符不符合州的規定 也會跟FBI聯絡 看你的過去的犯罪紀錄 各方面的所有東西 調查都會清楚了之後 全部符合規定了 你才可以買槍 也就是說那個人絕對是非法購買槍支的 意思就是他們不只使用這件事情 來攻擊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持槍權 而且還要來攻擊州的自主權跟權力 所有的州都必須聽話 大家都必須要跟加州一樣 因為加州有法律 但是沒有用 所以問題一定是出在其他州上面 之後我們全國的法律都一樣了 OK 但是還是有槍擊案的話 還是有槍支的話怎麼辦 我們廢除了州獨立立法的權利 結果還是有人死 還是有人被槍殺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其他國家 對不對 像台灣 我使用台灣 因為我是從台灣來的 這也是我大概第二個認識的國家 台灣是全面進槍的 但是還是有什麼黑幫火拼 還是有非法槍支 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什麼什麼黑心手槍 紅心手槍 都是從什麼越南啊 菲律賓啊 那接下來怎麼辦 我們要國際化 要國際的法律 國際的司法系統 權力永遠都是永無止境的 政府的權力永遠都是無限擴張的 目前唯一阻止美國完全 國際化 還有所有法律統一化 唯一保護我們的自主權 自由的就是憲法第二修正案 那今天這兩個新聞有什麼關聯 一個是關於墮胎的 一個是關於槍支的 兩個新聞的共同點就是 這兩個新聞有一個共同點就是 生命自由跟追求幸福的權利 以及保護生命保護自由 保護追求幸福的權利的義務 為什麼這兩個都是政府想要奪取的 原因就是因為這兩個都是 神給的權利 就是獨立宣言上面說的 這個不正自明的真理 美國會強大在這兩百年以來 變成一個最自由最包容 最繁榮最偉大的國家 就是因為有聖經的真理在 有聖經的真理才可以變強大 人才會互相尊重 才會有道德的對待彼此 而世界上的政府永遠都想要推翻這個真理 因為有真理的話 有神的話就表示 有一個比他們更高尚的掌權者 每個政府都是巴別塔 每個政府都想要推翻神的國度跟神的律法 所以接下來將會有更多的迫害 而且會非常針對基督徒 也就是說 我們想要拯救這個國家的話 不是說只要誰選誰誰誰就好了 也不是說我們只要有槍跟砲 可以來抵抗政府就好了 不是說我們要控制什麼控制什麼的 而是我們要回到聖經的價值觀 我們要再一次的把神放在我們的生活裡 放在我們的政府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請問一下 我們下一次我們有資格的 我們下一次的換謀 我們下一次看 我們下一次 就回了 來 請問一下 我們下一次 從未來 我們下一次 感谢观看